hello大家好 昨天的20本小花花 让我的土一下子库存告急 就剩这么点了 然后我赶紧买了一包 compo 这个牌子好像是德国的 这好多人都用过 但是我还没有买过他们家 然后我之前的土不都是自己配的吗 所以我想看一看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土看起来特别的黑 然后感觉湿湿的 摸一下感觉一下 确实感觉挺湿的 能不能搓干净 还可以 这还能搓干净的 这个里面的颗粒应该就是珍珠眼 跟我之前买的K牌的泥炭 对比一下的话 应该是比它湿一点 但是呢摸在手里也没有水 好像说他们家的这个土 保水性会比较好 而且我还是阳台党 所以我是一定会在里面加点颗粒的 然后还有这么多吃玉土 我是不是很富有 而且在这里 我还有整整一包吃玉土 我现在干净 把这个土拌一拌 哎呦 果然不能一边拍视频一边弄土 然后我把昨天没种完的再种种好 然后再给你们看我的祖盆吧 一般呢是把土拌到这种程度 就是你肉眼看上去 泥碳啊颗粒啊都很明显 这样子就颗粒绝对不能太少 然后就会比较适合我家的阳台 之前我还特别喜欢拌一些绿废石啊 火山石之类的 但是吧后来我发现 还是直接买这种整包的 吃鱼土最划算价格最便宜 然后像这种年货节 有满简津贴凑单 买个品牌土感觉还是可以的 好了不说了 我赶紧先去把剩下的几盆种上 嗯这是我用我有限的审美 组的一个盆 这盆这样开 这盆里面我种了四颗暴春 三颗长春藤雪银 还有三个脚颈 我一共是有九盆暴春 除了这一盆 这一盆是皱皱的边 然后其他的都是玫瑰暴春 然后呢我选这四盆 组盆是因为它们的珠形都比较紧凑 而且颜色也会比较相近 就这盆是有白 有粉 然后这一盆就是粉色 然后这一盆呢是有粉有黄 然后这盆就是黄色 就感觉这四个颜色组在一起还行吧 虽然这里还有一盆是这种浅紫色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它有点高 所以我觉得组在这里面可能会不太好看 然后这一颗也比较高 这一颗是正红色 这样看在阳光下的话会颜色有点奇怪 这样看的话感觉颜色还是挺正的 这个红 不过没有我那个仙颗来震 我后来这颗仙颗来是真的正 颜色特别的美 对比之下 它的颜色跟正红真的是完全不搭边 不过这个颜色看久了还是挺美的 毕竟白嫖就是香 四颗雪银 本来我想要不要凑成一个大盆的 但是后来想想就感觉它组在这个盆里也挺好看的 而且它长得慢 就不需要留太多的白 不过我还是给它留了一些空间让它长的 就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给它长的 到时候长得一整圈出来应该会很好看吧 然后有一颗我单独的让它待在这个盆里了 四颗脚紧 因为这颗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我就单独给它种了 而且它本身比较小 我用的是13口径的蒂罗马 我现在花还没有剪 我拍完视频之后就会把所有的花和花苞都掐掉 然后这个组盆里面的就是这个颜色 正好这个里面的爆穿都没有这种蓝紫色 加在里面就感觉色彩更丰富一点 然后这个颜色本来我很纠结要不要放里面 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点不搭 但是呢 感觉它看久了也挺可爱的 我就把它放中间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 昨天没有开花 但是我当时通过花苞感觉 它应该就是浅色系的 现在看起来很像是碎裂边的绞颈 这种 所以就把它放边上了 我待会会把绞颈的所有的花和花苞全部都剪掉 把爆春的残花修剪一下 好的花就不剪了 就比如说我上周收到的绞颈 当时我把所有的花和花苞全部都剪掉了 就哪怕是像这种 特别特别小的花苞也被我剪掉了 然后现在经过一个星期它又长了好多 好多好多花苞出来 然后还开了一朵花 我就批准它开花了 包括这里全部都是花苞 然后这一盆也是 反正就长了好多花苞了 就包括这里所有的绞颈 全部被我把花苞掐光了 这个是古风生子 反正掐花嘛 就是为了更好的爆花 尽情的掐吧 看这里 这里又有花了 哎呦 当时这颗宝石兰都被我把花掐干净了 现在又开了三朵出来了 所以有人担心掐了花之后不开花这种 哎完全没有必要 我刚刚突然发现我的围裙水仙开花了 好可爱 真的像一个小裙子 对了 昨天的20盆里面居然有两颗是草莓 我把这两颗一起种在了这个爱丽丝7号盆里 这个盆很大了 我旁边对比一下这个一家的盆 还是比它大很多的最后居然有两颗花毛羹 这真的是让我惊呆了 我之前没想种花毛羹 但是最近看到我很多人晒它的花 我觉得好好看哦 没想到我居然也拥有了两颗 所以我给它用了这个爱丽丝的藏莓7号花盆 本来是打算留给天使之意秋海棠换盆的 它已经长这么高了 而且还开花了 它的花是种红色的小花 我给它买的这个支架是一米长的 不知道它长这么高干嘛 它现在已经快要超过一米了 它再往上涨 我没有架子再给它搞了 旁边的龟尾竹也是越长越大 现在已经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了 从这边看一下 它已经这么大了 这么看它这最左最右的两个叶子 跟两只小手似的 撑在这儿 看起来拽得很 不过它也算是有点用 毕竟快过年了 它这么多小手似的正好可以给我挂一些 小灰春 好了 我要继续去干活了 我还有这么多小灰春 没有贴呢 好了 拜拜 拜拜